你好 歡迎收看9月22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慧 為了鼓勵農友使用熟成肥料 除了農委會每公斤補助2塊錢 縣政府也加碼補助2塊錢 希望可以降低農友的生產成本 還可以兼顧到環境永續 雖然額度早就被農友申請完畢了 回縣長饒慶林 22號上午特別到農友的世家園 了解使用熟成肥料情形 並且強調會持續來加碼補助 農友將一包包熟成肥料割開 在果樹旁施肥 少了生雞糞的刺鼻味 對環境也更加衛生乾淨 今天農委會的農業事業會 就是在利用的辦法去申請熟 就是進來使用 它最主要的發酵 主要是在7天到14天 它必須在55度的 中心溫度55度就會成為熟雞糞 它肥料標示要有屏幕 這個肥料登記證是它的身份證號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它的品名 還有原料登記的成分 形狀 還有它的地質跟怎麼使用 還有它的有效期限 還有製造業者地質 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資料 為鼓勵農友使用熟成肥料 農委會每公斤補助2元 台中縣政府也加碼補助2元 讓農友的生產成本降低 也兼顧環境的永續利用 所以在我們今年初 除了中央補助 每公斤補助2塊給我們農民之外 台中縣政府又再加碼2塊 是鼓勵我們所有的農民 盡量來開始採行使用有機糞肥 那這個有機糞肥 那在今年呢 我們發覺今年成效非常的好 因為原本我們只有50萬 一下子就被申請光了 又再增加50萬 100萬到目前也是申請光了 那沒有關係 我覺得我們會努力 只要農民願意使用 健康的對植物有幫助 對這個土地有幫助的有機肥 我們都很願意來繼續來爭取經費 讓我們農民跟土地友善的在一起 讓我們的植物植株健康 那大家呢能夠減少病蟲害 就不需要再買更多的藥類來填兼 可是用機糞的數量是最大的 然後從以前我們在用 就是蒼蠅很多啊 然後有時候你 你屍毀不慎很容易傷到果樹啊 因為我們在下的時候有習慣不同 會下到那個頭部 因為它發酵的時候高溫 然後它會傷到那個根部 所以你如果屍毀不當很容易 傷到果樹至那個果樹死亡 雖然目前縣府加碼的額度已申請而滿 但縣長姚清林強調 只要農友願意使用熟成肥料 就會籌措經費來持續加碼補助 記者潘俊瑋台東市報導